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给大家说一说 买食用油时,只要油桶上有这行字 无论多便宜,都是优质好油 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食用油在我们日常饮食中是少不了的 无论是炒菜、煎炸、炖煮、凉拌都少不了的 我们去超市买油的时候 市面上的食用油种类繁多 包括花生油、菜籽油、橄榄油、葵花籽油等等 大家面对这么多的食用油感觉都要挑花眼 买油时要注意一下四个小技巧 学会后保证你一眼就能挑出优质好油 第一,看配料表 购买食用油时,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配料表 看看是否添加了转基因原料 比如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油菜籽等 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未证实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危害 但为了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最好选择非转基因食用油 第二,看营养成分 食用油的包装上都标明了营养成分 我们首先看脂肪和维生素1含量 这两个含量越高,说明油的品质越就越高 然后再看胆固醇和钠含量 这两个含量为零最好 因为家中老年人摄入过多胆固醇 容易引起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 买油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它的营养成分 第三,看加工工艺 食用油的加工工艺一般分为两种 压榨法和进出法 压榨法采用纯物理方式 通过压力把油脂从原料中分离 保留了更多的营养物质 而且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也更少 进出法是将原料溶于有机溶剂 然后再通过高温提取出来 进出过程中难免有溶剂残留 吃了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压榨油 第四,看食用油等级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 食用油根据精炼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 很多人认为等级越高,油的品质就越高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一级油和二级油精炼程度高 具有杂质少、纯度高、颜色浅 炒菜时无油烟等特点 适用于爆炒、油渣 缺点是精炼过度 造成油里的营养成分有所损耗 比如胡萝卜素和维生素E损失 而三级油和四级油精炼程度低 有杂质多、颜色深 炒菜时油烟较大的特点 更适合低温烹饪 虽然有诸多不足 但它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营养成分 无论一级油还是四级油 都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伤害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放心购买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挑选食用油 我们要选择压榨工艺 原料非转基因和维生素和脂肪含量高的油 看完以上的视频 是不是非常的长知识呢?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加转发 帮助到更多不值得的人吧 我们下期再见